子午某友似正时 归气丹田掌前推 小师弟小师弟 我好想你啊 你什么时候下山呀 面北贝南朝天盘 二十天 不不不要 一随两掌 好胎吧 臭土啊 跟你说断 念功之时不可心有咋念 你 老婆 你为什么跑啊 我也不想啊 乖直乖你的身 太值钱了 我不是已经给你一个了吗 一个病可是我救的 没错 我真的好好谢谢你 但是这辈子就算了 下辈子 好胎吧 啊 六 八 说 师尊 我的钱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的钱 怎么会变成这样 一定是那颗千年蛟龙肾起了作用 三年前被救你性命 我不得已给你换上这颗蛟龙肾 原本权益之计 你心中的杂念太强烈 现在竟将他控制住了 看来 是时候告诉你当年的真相了 师尊 你说什么真相 乾隆王首席护卫千鹤 拜见少主 啊 师尊 你先起来 属下罪该万死 直至今日 才敢告知少主真相 师尊 您在说什么 什么真相 千鹤护主不力 当年中了敌人的调虎衣衫 以至谢家 满门三千人被屠杀殆尽 千鹤有罪 难道我梦里的那片火海 都是真的 高高的城楼上 挂着数不及风干的尸体 我一直记不清我爹娘的模样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场恶梦 可是为什么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当年的惨状 太过害人 加上你当时又年幼 在当年的刺激下 你的大脑为了保护你 所以让你忘记了这些事情 师尊 那梦后真凶找到了吗 没 我找了许多年 他藏得太深了 恐怕 只有找起五行之精 才能把他引出来 五行之精 恐怕 只有找起五行之精 才能把他引出来 五行之精 是你父亲 前任龙帅谢天南 五行之精 是龙帅的护国法器 当年主人被害后 五行之精 也随之下落不明 所以我猜测 这个现在拥有五行之精的人 应该参与了当年的谢家的灭门惨案 这么多年来 我也找到了一个参与过这件事的人 我将他杀了之后 在他家搜出了火之精 现在你身上这颗蛟龙肾 其中就蕴藏着火之精 可惜剩下的四元素之精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 师尊 我要下山报仇 你如今吸收了蛟龙肾 我的本事你也尽数学会 普天之下 再难有人是你的对手 离开龙王殿后 我私自成立了一个杀神组织 现在 这枚杀神戒指 正式地传授给你 下山之后 如欲死敌 可先斩后奏 这张龙国至尊黑卡 全球不限额 你尽管去挥霍 还有 少主 三年前 你那总裁老婆 我声声地挖走了 你最后一格肾 你记得拿回来的时候 千万别给他打麻药 师尊放心 他的债 我丢回藏回来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当初给你换了这颗蛟龙肾 我担心会有副作用的影响 所以给你找六个师姐 各个貌美如花 倾国倾城 你见过的 他们都是世间海贱的 九阴之体 正好 可以与蛟龙肾相辅相成 少主 将来要是有需要 可以尽情地去祸害他们 千万不用手下留情 知道 师尊 你也太为我考虑了吧 我那几个师姐 各个都不是上场 我看 少主 过奖了 我另有要事 先请告退 还请少主 即刻下山吧 三年了 我从第一回来 陆寒霜 这次 我亲手送你下十八层地狱 就不要你们要杀我 小哥 救救我 我也使用他做柳寒霜 他在哪 小子 我劝你识相点 别动画闲事 否则打死你 哦 你尽管试试 跟他废什么话 下 哇 哇 好厉害 你做我保镖吧 你认识柳寒霜 当然了 谁不认识大名地点的美女总裁啊 少废话 告诉我他在哪 说怎么说嘛 明天他举办订婚宴 你带你做我保镖 我带你去 就凭你 可别小看我哦 我可是从龙渡过来的大人物 你的眼神并不单纯 最好并骗我 否则我会让你后悔 哈哈哈哈 今天啊 是我和韩霜的订婚宴 概度的各位 都是江南有头有脸的大人 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 知道岳母喜爱古玩 各送来的徐家 珍藏多年的血胆金莲一枚 哇 竟然是等级四大七十之一的血胆金莲啊 不愧是江南第一豪族 徐少出生果然阔绰 也难怪徐少这么大手笔 毕竟新娘 可是江南赫赫的鱼大美人柳涵双呀 柳家藏着徐家这颗菜篇大树呀 也算是从二刘家族 几身成好萌了 徐少 真大气 我把我女儿韩霜嫁给你 我放心了 哈哈哈哈 你怎么回事 啊 啊 晨晨 这 这 屋是 你靠天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一定是让人掉包了 哈哈哈哈 你报应 这都是报应 柳寒双 你這個殺人凶手 你的報應終於來了 哎 這個東西我看了 家子 原來是你幹的 你就是殺人凶手 是你親手殺了你的丈夫謝虎帥 柳心言 你放肆你我六甲 怎麼養了你這個吃裡爬外的東西 來人呢 把這個胡講蠻纏的神經病 我拉回去管進勾龍 媽 光光狗龍可是長不了氣息 我看呀 快把他的舌頭割下來 免得亂說話 敗壞有家名獸 你這是個惡魔 就算我沒有什麼證據 但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自己心裡不清楚嗎 小虎哥哥對你那麼好 在你病危的時候 用自己的腎救了你的命 你去 你去 死都想不到 我早就是徐少你的女人了 廢物 很好 你升遷得不到的女人 現在正在被我狠狠玩弄 真四季 今天我就要當著這個死鬼的女人 狠狠玩你 討厭 姐 看到了 是你殺了小虎哥哥 是要怎樣 我今天已經看到了 那你這雙眼睛就別樣了 我反正也是廢人了 我忍了三年 就是要在今天當眾揭露你的罪行 你說 你不是說關了他三年狗龍 又嘲笑了這麼久 早就精神失常了嗎 哼 連我也被騙了啊 有心燕啊 有家養了你二十年啊 你就這麼見不得你姐姐好嗎 啊 我忘了 你的眼睛被我挖了 什麼也看不見了 你這個殺人凶手 你還我下我哥哥的命來 不動 有心燕 既然你這麼愛他 我就下去陪他吧 住手 小虎哥哥 這不是柳家那個廢物追婿嗎 血不帥 你居然沒死 柳涵雙 動他一下 去 是 涵雙 怎麼回事 當年不是你親自動的手嗎 沒發現你換完身之後啊 竟然比以前還厲害啊 多虧了那個費用 竟長出了兩顆 絕對好善 区区一個癞蛤蟆 也敢認知我的女人 她呀 就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 能讓她一吟一箱 都是她末單的榮幸 哎寶貝 說起來 龍都有一大人物 看上她另一個身子 要不你想想辦法 反對你的身子 也得嘎上來 這還不好辦嗎 明天 我約她去都明遠 找個沒人的地方 然後 哎 那樣的話 她不就死了嗎 如果 讓我們能攀上 龍都那位大人物 區區要見我而已 誰在乎 大不了啊 我之後 再以守孝的名義 三年不嫁 到時媒體 還會大肆宣揚 我柳寒霜的人品呢 哈哈哈哈 謝胡帥 我為什麼還活著 怎麼 讓你失望了 當初啊 你意外身亡 我為你守孝三年 人知一見 是啊 柳小姐守孝三年 當初所有人都替她布置呢 堂堂柳家長女 為一個墜蓄守孝 你這個墜蓄 死也死的直了 廢物 你沒死又怎麼樣 潘霜現在可是我這位分期 實相的話 趕緊滾 好 對了 我這張卡里啊 有五十萬 足夠你這個廢物 吃一輩子 今天是本少的大喜日子 不想見喜 若敢壞了本少的興致 今天就讓你變成一條死狗 我還說 你這毒婦 對不起我也是 我心眼可是你 你怎能如此狠心 你不說 我還忘了 小賤人 把學生送來的血膽金簾拿出來 找死 把學生送來的血膽金簾拿出來 找死 當著我面動手 蘭蘭沒想打理你 既然你自己想死 那我就先送你上路 廢物 你敢 你敢死廢物 這可是許家大賞 你敢動他一下 死你全家都不好抵命的 許家 老一罷了 老一罷了 我覆手可命 滅火許家 我倒要看看是誰 這麼大的口氣 親家公 您可算來了 就這死廢物 在這大言不慘 快把他給我廢了 敢打我兒傲天 看你確實是不想活了 老闆 對話的手腳給我打斷 留一口氣等我問話 你個死廢 你完蛋 等一下 蛇叔 面對這個人 你有幾分把握 被大小姐 五五開 嗯 你拦住他 我帶謝虎帥先走 好 齊小姐 你就是這麼在我江南做生意的 許老爺 我呢欠謝虎帥一個人情 今天如果是賣我這分薄面 這件事就到此為止 不然 在江南 還沒有人敢這麼跟我想話 你 快走 這個人很厲害 不是你能對付的 小姐快跑 你們幾個 去把那小子給我抓回來 快走 這個人很厲害 不是你能對付的 別怕 站在我身後 別動 死廢物 死到零頭了 還懶裝呢 你還真是死住不怕開水燙啊 三年前 你就是個廢物 現在 你依然是個廢物 殺了他 誰敢 啊 死廢物 你還居然偷偷學了些三角貓的功夫 他那又怎麼樣 我看你今天 能活著走出這裡嗎 狂宅 你利索點 把那小子給我幹掉 七上一念神佛不信 善神祭出 妄惡福諸 我 剛剛說什麼 要打誰的手腳 哦對了 劉涵說 忘記問你 喜歡我送你的禮物 學卵今天是你偷的 啊啊 別動 小虎哥 我再往前走一步 殺了這個小賤人 你 啊啊 你找死啊 人們以後見了我 我有一絲愧疚 現在看來沒有半分回應 竟然不辭 今天 就拿回屬於我的東西 你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只有一個神 你啊 我就拿回屬於我的東西 你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只有一個神 死廢物 想不到吧 我告訴你 你的另一個神 才龍奪 是絕對惹不起的大人物 糟糕 現在就殺了我 看你還能活著走出這裡嗎 哈哈 原來如此 劉涵說 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立刻死 就要太便宜 你聽好 一個月之後 我會親自去柳家 拿回你體內屬於我的東西 至於龍奪 我會讓你知道 你所謂的大人物在我眼裡 只不過是樓尾罢了啊 行 所以 算什麼東西 啊 毒婦 是你自曉的 劉家柳涵霜 你見錯吧 無殺親夫 死為第一罪 劉家柳涵霜 婚內出軌 不守父道 死為第二罪 劉家柳涵霜 國人眼珠 手段殘忍 第三罪 今日 三罪併法 且新冤的 想還回來吧 啊 今天這場宴會 本身就是一場天大笑話 啊 金燕 小虎哥 你沒事 而且太好了 我願意願 我再也見不到你 啊 斷魂傘 今天 你們 都得死 今天 你們 都得死 你敢 真當我徐家 無人了嗎 新燕 小虎哥 藥 是我自己吃的 我想為你報仇 可是我能力不高 我只能跟你一起走 可你沒事 真的太好了 你沒有遺憾 新燕 新燕 是我當初想了你 竟不知你一直 默默地關心我 你放心 我一定會讓你活過來的 女兒啊 這可怎麼辦呢 爸 不能讓這小子就這麼走了呀 如此狂嗎 竟敢在我徐師兄面前 公然行凶 放心 江南提督 是我親弟弟 管家 立刻發布追查令 但凡替謝普帥投入來見者 徐家 中賞 五千萬 身手不錯嘛 只是 你得罪了徐家 江南恐怕是待不下去了 要不 你跟我回隆都 区区一個徐家 我還沒放在眼裡 他怎麼樣了 斷魂散的毒 我已經用銀針逼出來了 只是他的身體本來就有傷 與植物人無異 麻煩你幫我個忙 你說 他的眼睛已經被柳函雙摘走 既是恢復過來了 也因為廢人 但是我有一個辦法 能讓他重見光明 但是需要找起五行之精來作意 你幫我打聽一下 江南有沒有五行之精的消息 五行之精 那可不是一般的東西 那是前任龍帥的鎮國武器呀 只是可惜 當年那一場 滅門災難之後 五行之精 就下落不明了 五行之精 那可不是一般的東西 那種寶貝 價值廉誠 且稀釋罕見 想到手 沒那麼容易 再貴也比不過新年的眼睛啊 我好像還真知道有個地方 兴許能提供相關信息呢 在哪兒 江南珍寶閣 只是 那你的老闆脾氣古怪 背景也強到嚇人 就算是江南總督親臨 也未必能叫到本人呢 你認識那兒的老闆 不認識 不過 話說回來 既然你不願跟我回龍都 那就自求多福吧 對了 我其一呢 向來有恩必報 之前 欠的人情 在柳家丁婚宴上 已經完成了一半 那加上這套中央別墅 我們兩星了 你小子 如果能活著離開江南 借老龍都找我 好的 謝謝 謝謝 你相信我 我一定會治好 父親大人 殺神繼承者 已經出現在江南了 是 好的 父親大人 我這就趕快龍都 站住啊 什麼意思啊 這裡可不是什麼 阿媽阿狗都能進來的地方 趕緊滾 可我眼看人低的東西 越是這個 狗眼看人低的東西 真是這個 你找死 拿張破卡片就想糊弄我 真的當我沒見過世面了 小畜生 竟敢糊弄你也有我 你簡直狗膽包籤的 我數到三 你趕緊給我滾 要不然我打趴去你 喲 這不是柳家的軍訊嗎 還敢拋頭露面 我趕緊找個狗洞躲起來 不怕總督府的人 把你抓去餵狗 還好我火眼金睛 窮逼 快滾 只要我願意 整個珍寶格 我都可以買下人 好大的口氣 經理好 就是這小子 說要買下咱們的珠寶格 我當什麼大人 原來是柳家的墜婿啊 還敢在這吹牛逼 快滾 這大傻逼 趕緊轟走就是了 別耽誤我時間 我是來拜訪藍老闆的 有一件稀罕的寶貝 想請他幫忙掌眼 喲 這是環隆玉逼吧 我看色格就不簡單 還是您有眼光 還不快帶我進去 你二位看你裡邊逞 我幫您通報一下 趕緊把這個廢物轟走 別碍著咱們客人的眼 一塊石頭做的破爛而已 真不怕笑掉別人大眼 混賬竟敢口出狂言 一塊石頭做的破爛而已 真不怕笑掉別人大眼 混賬竟敢口出狂言 陳柱 被人騙了怎麼知道 這塊石頭連地攤貨都不 也就是你這種 目光短淺的費 才會是一 買車你你都死 我的黃龍玉佩 你這個死廢物 摔壞了我價值過億的寶貝 死廢物 你完了你 這塊月你死一百次你也賠不起 沉死了 你又是什麼東西 毛都沒長急還敢冲我吼 放肆 這是 攔掌位 藍老闆 藍老闆 你可得替我做主 哎呀 張少 什麼老闆啊 很厲害嗎 他吵得吼啊 你個臭傻逼 藍老闆 是你我能得罪的 藍老闆 就是這個廢物 在你的店門口摔壞了我的寶貝 什麼破爛貨 也敢跑來我珍寶哥捧瓦 藍老闆 這是我花兩千萬買的 這怎麼能是破爛呢 收起你的破爛 趕緊從我眼前消失 敢打擾我做生意的 你知道什麼後果 對不起小貴的 我差點把這倆傻逼給帶進去 不過您您看 剩下這個傢伙怎麼處理 哦 明白掌櫃的 我馬上讓保安打頓他的腿 打頓誰的腿 打頓他呀 再說 掌櫃的 七殺一念神佛不限 殺神祭出萬惡扶諸 二世紀好久不見啊 您還是這麼漂亮 小師弟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 掌櫃的 您您是不是認錯人了這 是啊 他不是柳家那個死追戚嗎 怎麼可能是您師弟呀 兩個狗障人士的東西 收拾動一滾蛋 算了二十姐 還不趕緊謝謝我師弟 是 是我永遠不是泰山 是我們是我們錯了吧 二十姐 我們先進去 我有事找 走去我房間 二十姐 這 你就說能不能幫我 五行之驚嘛 這個我知道 啊 在哪兒啊 三天後 江南油場古文展覽 是由江南商會的會長 親自舉辦的 如果情報沒問題的話 展覽的壓軸品就是木之驚 不過這次展覽的 不過這次展覽是邀請制的 來的都是江南名流 甚至還有從龍都過來的大人物 二十姐 二十姐 你神聖廣大 一定要帶我進去啊 這個嘛 我有辦法 不過呀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啊 師姐 也不能白幫忙啊 我看呢 不如肉腸 二十姐 不不不不 不可是不可是 二十姐 二十姐 不要 不要 不要二十姐 這就是最高級別的黃金要請函 貴賓里面請 站住 你個死廢物 命可真大 竟然還沒有死 那這地方 也是你這廢物能來的了呢 小師弟 這老太國誰啊 一條喜歡亂叫的老母狗 放肆 不長眼的東西 這可是我江南徐家的親家 趕緊歸下道歉 我可以饒你死 你徐家受得起 你 阿雪 你嫂子的眼睛 就這個廢物給弄瞎的 什麼 找死 來人啊 把這個廢物亂棍打死 丟到江里餵魚 我看誰敢動 大的 竟敢跟我徐家作罪 徐家 你爸徐世雄都不敢這麼跟我說話 你算了解 你找死 展老會即將開始 誰敢對貴賓無理 你不過是一條看門狗 也敢攔我 睜大你的狗眼給我看清楚 看看誰才是貴賓 一條看門狗 也敢跟我們徐家作對 也不怕人笑掉戴牙 最低級的白色腰淺寒 進去連做的資格都沒有 只配站著 就這也敢叫香 還愣著做什麼 給我上 最低級的白色腰淺寒 也敢叫香 你 你們還愣著幹什麼 給我上 把這個女人的嘴給我撕爛 別啦 老虎花貓你當我病危啊 玉編不用擔心 有我在他們不敢把你們怎麼樣 秦美鳳 你是急著給你女兒收屍嗎 你這個廢物別囂張 真當我徐家沒人嗎 你喜歡學李小龍是嗎 我曾經在金三角混過幾年 人送外號金三角戰神 徐家每年給我一千萬供養 你們今天完了 不過死在我手上 也是你們的文姓 金三角戰神 跳梁小丑 死廢物你找死 死廢物你找死 不然 啊 王會長您來的正好 這江南名流能參加的古玩展 豈能是這阿媽 您趕緊把他給我趕出去 啊面臨弄髒了你這地位 放肆 我的冰上課 豈能是你直直點點 哎呀王會長 您誤會了 我我我說的是這廢物 才敢叫 這是蘭老闆的冰上課 你沒張眼門啊 蘭老闆 珍寶哥蘭老闆 啊 那個 我說你怎麼這麼嚣張啊 吃軟飯 還吃上癮了這還 王會長 我是徐家長女 這個廢物 就喜歡吃軟飯 這種人 您可千萬不能灌著 什麼時候 徐家也教我做事了 什麼時候 徐家也教我做事了 還有 敢在我的地盤上動槍 你們徐家 是不想在江南混了吧 不敢不敢 就是 珍寶哥每年 給商會交的錢 比你們徐家 十年掙的都不多 誰給你們一堆勇氣 敢給你拦了把叫吧 你們的染銷資本被取消了 三秒數之內 從我眼前消失 喂 我擋著 敢跟我們徐家柳家作對 怎麼走 站住 老東西嘴巴不乾淨 罵完人就想走 你想怎麼著 你不是喜歡叫嗎 那就跪下 多叫幾聲 你 賴君 你別欺人太甚了 不願意是吧 徐家和柳家是吧 從今兒開始 你們家被商會除名了 等著破產吧 蘭雀 你別太過分 儘管你珍寶哥名氣不小 可還沒到 支手遮天的地步 但憑你一句話 就想讓我徐家破產 我徐家傳承百年 可是江南第一豪門 放肆 誰給你們的膽量 敢跟蘭老闆叫板 你們徐家那傻瓜倆走 我呸 在蘭老闆面前 屁都不是 王會長 您別忘了 我徐家可還是有一位大人 你說的是江南提督徐海川 你竟敢直呼我叔叔的大名 你蘭雀再厲害 也不過是一個商人 你敢得罪提督府嗎 哼 亮眼 笑死我了 你儘管叫他過來 我今兒倒要看看 一個小小的江南提督 究竟有多厲害 行 你給我等著 喂 叔叔 有人說要滅了我們徐家 您趕緊過來呀 我在這等您 你們這對狗男女 就等著死吧 你們這對狗男女 就等著死吧 看來你們徐家 真要跟我商會過不去了 王會長 這件事與您無關 如果徐家入不了您的眼 那徐總督的面子 您總得給吧 所以我希望您不要插手 這是我和這個廢物之間的私事 如果您非要為兩位撐腰的話 那提督府那邊 我想 您也不好交代 王會長 您先進去主持大舉吧 不用擔心我 哈哈 剛剛不是很囂張嗎 現在知道怕了 不搬出喜提督來 我看是真治不了你們了 死廢物 現在馬上給我跪下 把你的眼珠都給我挖出來 齊美鳳 你這條老狗 生了女兒簡直跟你一樣劍 這是該死 廢物 要死 喜提督馬上就到 給我跪下 死廢物 我看你口氣不小嗎 你過來 給本小姐把鞋底舔舔乾淨 也許本小姐心情好了 可以讓你多吃幾天 廢物你要做什麼 都說了 我叔叔馬上就到 你還敢嚇張 真是不知道死活 江南提督 這就是你們最後的倚仗嗎 今天 別說一個小小的提督 就算是龍帥齊麟 也保不了你們 廢物你敢 真不怕承受江南提督的怒火嗎 你惹怒了我們 姓男的一個也活不了 威脅我師姐 秦美鳳 我本來想給你一條命 給你女兒送終 既然你想死 成全 小小罪序 非改在將來 之首之天 聽說 有人要面我喜家 好啊 原來是你這個罪序 我正在四處找你 你 好好給我送上門來 你個廢 你繼續叫啊 這七七千瓦 老子來了也照不住你 敬衛軍何在 還不把這個廢物 給我當場出色 另外 把這個乳臭味乾的小娘們 給我帶回府邸 拔光衣服綁到船去 我看誰敢動 徐海川 睜開你的狗眼看看 我手裡這是什麼東西 你 還在故弄玄虛 叔叔 趕緊滅了他們 你要害死我呀 叔叔 您別為他騙了 他叫藍雀 只是一個商人而已 是啊 他的牌子是假的 一定是自己做的驗品 嚇你個妹 總督令 是你們想隨便復刻的嗎 想的 有眼不識泰善 來老闆是吧 請 帶我向總督 問好 剛剛 是誰說要拜光我的衣服 都是小人我的錯 開賣會結束之前 不許離開 堂堂徐家長女 豈容你侮辱 還敢叫是吧 顧奶奶 青尾鳳才一把年紀了 讓他穿女服裝 是不是太辣爺了呀 這不是對展會偏亂 你看這 嗯 也是 這老傢伙不是喜歡狗叫嗎 那就給我掌他的嘴 打到他叫不出來為止 啊 叔叔 他不是打我們徐家的臉呀 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就得了 來 師傅小姐更衣 都照來老闆說得住 看那 來老闆 還滿意吧 嗯 先這樣吧 我們進去看看 好 豪雪 早點回去 讓你大哥 趕緊聯繫龍都的那位大人 啊 不是要我去換女服裝嗎 困惑 腦袋長在屁股上了 不知道呢 我是那兒故意的嗎 是 我馬上就去 江南走都 遲早要把你踩在腳下 寒粉肉靈 困惑 腦袋長在屁股上了 不知道呢 我是那兒故意的嗎 是 我馬上就去 小師弟 木之晶好像不在這裡 別著急啊二師姐 會不會是因為價值昂貴 所以還不到時候 也許吧 這個地方的展品大多是賣家記售 待會我幫你打聽一下 哈哈哈哈 蓝老闆 這次的貨呀 你肯定滿意 我呀 現在你過去看看 小師弟 先陪我去進貨 好 這批貨呀 是一個大家子 掛在我這裡寄售的 你呀 先掌握 王會長辦事 我倒是放心 這樣吧 這些貨我都收了 您開個架吧 不愧是藍老闆 有破裂 那就一口家 藍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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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段少 你怎麼親自過來了呀 黃老闆 您這可就不逼得了 能一口氣買下我段家這麼多寶貝 你不說給我就賣家引荐 是 是 藍老闆 這位就是龍都 段家 段欣宇 段大少 這些東西呀 都是他記者 段家 我沒聽說過 不過這批寶貝的橙色 確實不錯 寶貝不錯 美人更是不錯 久安藍老闆大名 今日一見 果然絕似了 你既然要賣 就開個架 我不喜歡墨跡 別急嘛 藍老闆 我大老遠從龍都過來 手裡可不止這麼點東西 直說吧 我這次過來 是跟大人物過來找見識 當然是為了見一見 你這位江南 出了名的美女古董商 不是有幸 是否能請藍老闆 一起吃個飯 我們可以一邊談生意 一邊嘛 共賞江南風月 不好意思 你既然要賣 就開個架 再這麼墨跡 我可就不奉陪了 小美人 別急嘛 這樣 一口架 五個億 小美人 別急嘛 這樣 一口架 五個億 你到底是來做生意的 還是來開玩笑的 這些東西加一期 最多就值一個億 是啊 乱少 原來說好的 藍老闆出這個時候 那現在這兒 小美人 我想你是誤會我的意思 我是說我斷心語 出五個億 東西是你的 錢也是你的 什麼意思 意思很簡單 既然每人喜歡 這些東西 我全部打包送給你 不過 要陪我睡一次 只要把我搞舒服了 這些都是你 信斷的 你腦子有病是吧 先別周情拒絕吧 我知道你在江南的財力 也算不錯 但是跟我龍都的大家族相比 還是有天然之別 我保證 只要你做了我的女 之後 你要什麼 我就給你去 神經病真晦氣 小師弟 我們走 來去 想好 能被我看上 是你的榮幸 王會長 這種人 你以後最好少跟他打交道 有幾個臭錢就自以為是 也不照照鏡子 你哪來的自信 好啊 你這個不知豪歹的女人 敢砸壞我斷家傳家之寶 你有病是吧 找我碰瓷 你這個不知豪歹的女人 敢砸壞我斷家傳家之寶 你有病是吧 找我碰瓷 段少 你呀 好歹給我點博命 那個事情搞不大了 你一個江南商務會會長 真把自己當個衝了 這次要不是說周少說 你這有好東西 老子根本不屑來你這種小弟 哼 氣急敗壞了 告訴你藍卻 老子想要得到的女人 從來就沒有失守過 今天 你打壞老子的傳家寶 要麼你賠一百億 要麼自己脫光了 求著老子上 你選吧 小子 我也給你兩個選擇 跪下 給我世界道歉 否則 死 你又是個什麼雜碎 看來你已經做好選擇 不 就憑你 你批燃脂我師姐 放開我 你知道我的背後是誰嗎 哈哈 讓你死了 我自然會知道 你敢動我 你全家都得死 全家 呵 說起來你們龍都確實欠我 小子 小子 記得擦亮眼睛 小子 你怎麼又給我惹事兒了 小子 你又給我惹事兒了 周哥 周哥救我 姓周 難道你是龍都四大家族周公子 知道怕了 喊不松開老子 否則 來老闆 快就他住手吧 龍都四大家族 是我們惹不起的 周家 是誰來都沒有 死 慢著 小舊的 打狗還得看著 當著我的面 喊打喊殺的 你確定殺死他之後 你能擺平隨著而來的麻煩嗎 來老闆 周家 真的是我們惹不起的 念在我們多年生意的情順上 你呀 就別怕事情搞大了 怎麼 我還要看他臉色 四大家族 很了不起嗎 四大家族 是龍都最有威勢的家族 除了羅臥殿的龍帥 其他人一言可以斷人生死 直到怕了 還不松開老子 要不得 我就把你 還有那個女人 都給弄死 其殺一面 是否不信 殺神祝愁 不放 不諸 殺神千賀 對你有什麼關係 殺 殺神 殺神殿的人 你到底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了 既然如此不如 我們來做個交易如何 什麼交易 我知道你來這兒 到底是為什麼 哎王會長 你這裡 應該有一件 壓軸展品 是 是 是有一件很了不起的東西 但是 寄宿之人的身份特殊 連我呀 我不知道 是誰 剛才不久啊 寄貝人撤銷了寄貝消息 物件呀 已經是物件又多種了 路上 該不會幕後那個賣家就是 哎 你想多了 自然不是我 不過呀 我知道啊 這東西 它現在在哪裡 牧之金在哪 這麼多年以來 殺神殿的人 一直在尋找五星之金 這東西啊 我周家也想要 只可惜啊 太遲了 我可以饒他一命 告訴我牧之金的下落 東西啊 在江南地下黑市 想要啊 就看你 有沒有這個膽子了 地下黑市 沒錯 你若要有膽子去 咱們可以打一個賭 五天之下 還沒有我不敢去的地方 小師弟 別聽他胡扯 這人一肚子壞水 不是什麼好東西 他就是想騙你去送死 黑市裡的交易 就連總督府也無法插手 說白了 表面上是市場交易 實則是生死相搏的法外之地 更是修羅地獄 當然了 在裡面你可以得到 任何你想要擁有的東西 但無關財力 而是看你有幾條命 能把它帶出去 迄今為止 還很少有人能活著出來呢 二師姐 有你受得這麼恐怖嗎 當然那麼恐怖了 連你四師姐也不敢去 看來這黑市的幕後老闆 很會做生意嘛 這麽麽做的 穩賺不可 所以啊 你到底敢不敢跟我賭啊 怎麽賭 就賭咱們誰能成功的在這裏找到 木之精 如果是你贏了 我周家任何資源 與你共享 你若輸了 你就是我周某人的一條口 任我擺步 敢不敢玩這個遊戲啊 臭小子 你若輸了 你就是我周某人的一條口 任我擺步 敢不敢玩這個遊戲啊 臭小子 這傢伙來自龍都世家 分明是一個頑固子弟 怎麽敢豁出性命跟我對讀 難道 好 我跟你 小師弟 別信他的鬼話 二師你放心 為了新燕 你必須去 放心吧 我一定會活著回來 小師弟 好 夠爽快 那咱們就三天以後 黑市經 你這個笨蛋 死了都沒人替你收屍 放心 喂 四師姐 小混蛋 到江南了也不出來看看我 是不是想死 四師姐 我知道錯了 限你半小時之內出現在我面前 否則你知道是什麼後果吧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這就過來 怎麼樣小師弟 想師姐了沒 想想想想 哎 師姐 你這麼著急叫我過來 有什麽事嗎 當然了 有兩件正事 這第一件事嘛 就是前陣子龍帥給了我一個任務 說是霓虹國那邊想跟咱們談合作 今天他們談判的人過來 需要我幫你做什麼 什麼都不需要 你呀 只需要跟我去談判就好 他們意願如此強烈 恐怕來者不善啊 沒錯 你真操心 他們呀 就是想要在咱們江南地區 建立一個核電基地 你們同意了 怎麼能答應呢 如今的龍國早已今非昔比 這次談判 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 想要跟咱們龍國合作 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 我明白了 四十姐 包在我身上 我呀 給你做保鏢 他們給我們跟頭髮撕 不饒他們 那 另一件事呢 就是 你三十姐 啊 三十姐她怎麽了 事情的經過就這樣了 當年你三十姐下山之後啊 音訊全無 我就怕她復仇急於求成 遭人暗算 小師弟 你要是有時間的話 記得去找一下你三十姐 放心 把握在我身上 好 喂 哥 我找到那個賤人了 哈哈 想不到江南地區的總督 竟然是個女人 你們龍國有句老話 叫做經過不讓虛美 只是讓我刮目想的 中道先生過獎了 這次來龍國 我們特地準備了一些禮物 白將軍 還請笑納 中道先生 蜈蚣不受禄 我們還是直接進入正題吧 唉 沒關系 這是我們霓虹國的一番魅力 白將軍是否節省不重要 第五已經送出了 就沒有收回的刀了 這也是我們霓虹國的傳統嘛 中道先生 龍國也有句古話 叫做入鄉隨俗 如果中道先生繼續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沒必要接著往下談了吧 白將軍 我們霓虹國帶著誠意來 中道先生 你們的要求 我們龍國無法接受 龍帥 可是我的好朋友 這件事情 他並沒有反對一切 中道先生 您這是在威脅我嗎 不不不 這只是一個善意的提醒 中道先生 江南可是我白露的地盤 沒有我的允許 誰來都沒用 白總督 中道太軍 已經很給你面子了 收下這些錢 你只需要在這協議上 簽個字 我知道 你一個女人坐到這個位置 並不容易 我相信 這個位置 也並非非你 不可 所以 你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你是龍國人 你無非就是霓虹國的一條走狗 也敢在我面前說話 白露 別敬酒不吃 吃罰酒 你無非就是霓虹國的一條走狗 也敢在我面前說話 白露 別敬酒不吃 吃罰酒 放肆 你也不看看這是誰的地盤 來人 來人 禮包總督大人 中島庭院已被我們包圍 進去的事 白露 中島太軍可是霓虹國的代表 你今天敢動我一下 霓虹國 必會將總 移為平地 混賬東西 我給你臉了 敢將我總督府移為平地 我現在就要你的狗命 來人 激怒我外將軍 別生氣 太軍 看我先砍下他一隻手再說 再敢上前一步死 再敢上前一步死 中島先生 這就是你們林宏國的成績 誤會誤會 他只是想教一下白斷 真是美麗的意思 哼 你叫 刀都拔出來了 別告訴我他 手癢了 你 再三 啊 今日的談判到此結束 改天我定登班賠罪 改天 中島先生 謀害江南地區總督 按龍國律當斩 你不能殺我 我是霓虹國的代表 來人 將中島二百五 押送至龍都 提交戰爭法庭審判 是 我 放開 別動 小師弟啊 今天多虧有你了 我說過 一定會保世界周全 這話說回來嘛 師尊的本事 你倒是學的不錯嘛 有沒有興趣來我總督府認知啊 多謝四師姐美意 我還欠一個女孩子天大的安靜 等我還清之後再說啊 喂 廢物 不想留心眼死的話 就來東郊後山 廢物 不想留心眼死的話 就來東郊後山 一家六家 你們找死 小師弟怎麼了 四師姐 我一個朋友被綁架了 我先不跟你說了 我得去救他 到底是誰這麼大膽子 啊 你等等我呀 這個笨蛋怎麼跑這麼快 死了 熱死 你可一定要為寒雙出口氣啊 我那可憐的女兒 長得那麼漂亮 卻被那臭聲 挖掉了眼睛 等他過來 給個先生挖了他的眼睛 然後 喂狗 這次有龍都來的大人物幫忙 我看誰還敢給他撐腰 得罪我徐甲 我會讓他知道什麼叫悔不當初 我會讓他撐腰 他不是喜歡吃軟飯嗎 他不是喜歡吃軟飯嗎 這次呀 正好 我們管他飽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妹妹 這個想法有意思 我徐甲長女好 這想法很好 拿刀來啊 來 這個 這個快 可惜啊 這個小賤人已經半死不活了 我還真想看到他那痛哭哀嚎的樣子呢 哈哈哈哈 小鐵 小鐵 動他一下 出你許家門門 死廢物 有寵啊 我還以為你不敢來呢 站那 別動 再往前一步老子活屁了他 放開他 什麼臭我來 好 老子想讓你給我跪 不肯跪是吧 老子數到三 一 二 三 放了他 任由你們出陣 那就親自挖揍你自己的眼睛 快吧 動手啊 放了他 啊 小石雞不高 別過來 我告訴你 這都是汽油 你誰敢往前一步我就收了 大家你們誰也別活 簡直無法無天 立刻放下武器 雙手抱頭給我蹲下 哈哈 哈哈哈 白總 瞎好誰呢 叔叔 來的正好 這次正好叫他們一王大劍 哦 白總 瞎好誰呢 叔叔 來的正好 這次正好叫他們一網打盡 徐海川 你長能耐的是吧 想造反嗎 姓白的 你當真以為老子怕你嗎 在龍國 可不只有你一位總督 你想一手遮天 沒門 這些不是總督府的兵嗎 徐海川你到底想幹什麼 哈哈哈哈 你才明白啊晚了 我們許家背後是有大人物撐腰的 這麼多年來你只踩在我的頭上 你可是風光夠了吧 今天 老子就是要把你從總督的位置上拉下來踩在腳下 我要讓你像一條母狗一樣 跪在我的腳下 搖尾起臉 大行不成 臭娘們 又豁腻了 你開槍啊 你怎麼不敢開槍啊 告訴你 現在的局勢 你們根本沒有任何勝負 讓你的人乖乖放下武器 我數三個數 三 二 一 二 徐海川 你們退下 叔叔救我啊 叔叔 浩天 我等這一天 等了很久了 現在 已經沒有被透露了 別怪叔叔 你爸爸那邊我會親自等我道歉的 為了許家 叔叔對不起你了 哥哥哥哥 克 Wik 那 salut 等等 你 你不能杀我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我有令牌 龙都副帅的令牌啊 很遗憾 这个理由不足以让你活命 你要想清楚了 那可是龙都副帅啊 你真要为了这个吃软饭的废物 不惜得罪副帅吗 就算是龙都本帅亲临 我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分毫 小师弟 这就你说那个女生吗 可惜 她的眼睛 四十姐 她的生命气息越来越弱了 我必须争取时间找到五十人之境才行 你放心 那这段时间 让她住在总督府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罪 不不不不 不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你以前都是我 从严无助 看在你曾经是我女性的份上 你饶了我老太 对对对 还有我 不关我的事 都是我哥 都是他逼我的 闭嘴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人总是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小师弟 他们怎么处置 我想再看到他们 好 那就让他们在监狱 孤独终老了 四十姐 亲眼就拜托给你了 好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要去寻找五行之经吗 对 但是在去之前 我必须去找个人 要喊霜 是时候跟你做个了断了 你们回来了 事情办了 怎么样了 那个小贱人 睡不着你就死了 还有那个死废物 你们有没有替我好好折磨他 你们怎么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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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贱人是不是已经死了 回到我 抱歉啊 柳寒霜 没能如你所愿 是你 谢虎帅 你还活着 你身上还有我一件东西 你忘了 在这件东西没有拿回来之前 我可不敢死 怎么办 东夫 你在害怕我啊 你会害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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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杀 求求求求 可不可以不要杀我 只要你不杀我 让我看什么都行 你不是一直想睡我吗 我给你睡 只要你不杀我 你怎么玩我都行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你这个毒妇 我给过你时间忏悔 你该死 真该死 你毁了新烟的双眼 现在还要把他赶尽杀绝 你不死 天理不容 我知道我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你 可曾后悔 不 你不能杀我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是谁拿走你另一个 你这种人 永远都不知道后悔 客人留步 江南地下黑市 入内徐静深 以气化血 此人功力以致化解 天底下 竟还有此等爵士高手隐藏于世 地下世界的确不虚传 都给你了 还有 全部交出来 这可是吃饭 也要给 没错 进入黑市 必须空手 任何东西都不能携带 这是夜鬼王的规矩 夜鬼王 他就是黑市的幕后老板 这是你不应该问的 记住 面具 已经戴上 入内以后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摘掉 不然 你要遭受杀身之祸 顺着这条小巷进去 里边就是新世界 去吧 规矩不变 每开一枪 我摊位上的东西随便拿一件 或者是跟我对赌 我先开枪 直至一人死亡 如果你赢了摊位上的东西 全是你的 我选 第一种 请 哈哈哈哈 恭喜是否继续 一件宝贝 是动 你在的 继续 好来 哈哈哈哈 原来这就是黑市的玩法 进来的人随时可以走 但要带走自己想要的东西 免不了得跟人赌工 正是利用了人性贪婪的肉 用目张的 瞧取好 请 等等 我要和你对赌 请 等等 我要和你对赌 少废话 开始吧 好 哈哈 到你了 怎么 你怕了 哼 开枪啊 好你赢了 我餐位上的一半你拿走 什么 什么 算我赢了 不行 行 不行 新世界的规矩 任何人不得处罚 为者 杀 射 新世界的规矩 任何人不得处罚 为者 杀 射 叶鬼王 你杀了他 这怎么算 简单 我亲自陪你玩 赌局继续 等一下 怎么了 不敢 这位兄弟 刚刚是你救了我 举手指定 叶鬼王 我的命现在是他的 他不严陶 我不会给你抖 那你还愿意继续吗 我愿意 可是 我听你的 这样 我尊重你的意愿 今天我欠你一条命 如果我抖出了 我来势再报 开始吧 开始吧 好 你赢了 这里所有东西都归你 另外呢 掏腿圣燕还要开始 欺负你分离之后的东西 随随随 随随随 恭喜你啊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我跟着你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这些钱都够你花十辈子了 难道 你不想出去享受谁 我随随随随 向来有恩必报 欠你的梅花安清之前 我哪都不去 好呀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 五行之经 五行之经 你想起来 啊我想起来了 前阵子来了一批宝贝 有一个东西叫 木之经 在哪儿 掏腿圣燕 小子 你有种 没想到你还真敢 你有种 没想到你还真敢 好 木之经就在这些忙 不过你想想拿到的话 看看 你有几条命 哼 我也没想到 我周家的势力 不是你这种想法 能想象 区区人命 我有的是 这鬼地方 世人命如草剑 要我直接抢走木之经 又何妨 只是 不知那夜鬼龙的实力 各位 挑剔圣燕 马上开始 规则如下 我身后呢 有五位女王 她们每个人手上 都拿着一瓶酒 而这其中呢 有三瓶 是普通的酒 另外两瓶 则是穿肠毒药 饮之必死 挑战者呢 会从五位 侍女中 选出 饮下这杯酒 若平安无事 便可从这些盲盒中 随意挑选 直接拿走 所以说 各位能否拿走盲盒 令人想到的东西 一切各安天命 那么涛替盛宴 正式开始 好 阿姨 给我上 在 二 继续上 好 我一定要拿到慕之精 这个混蛋 就培养了这么多死尸 供他洗手 不对 他也想要慕之精 难道 他从一开始 就是针对我来的 周上松 你确定要和我抢慕之精 周上松 你确定要和我抢慕之精 怎么 你还想打我不是 你也不看看这不是你 这是黑市 能逗得过夜鬼王吗 最好给我老实 乖乖的给我做一只甜狗 我会投喂你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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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 不会全是毒酒吧 你们先选 先休息一会儿 我没事 恭喜客人可以打开你的盲盒了 你一个一我发达了 我发达了 我要钱了 我就说吧 全都是毒素 他那是猝死 下一位 小子 他好了 木之精 我的了 还得我亲自来 我就选他吧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少在我面前说这种东西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我没有 再有下次 行 你们玩吧 爱谁谁 我不送赔了 下一位 你干什么 我堵了一辈子 我老婆孩子都因我而死 我本来就是来解脱的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救了我 我把这条命还你 你没必要这样 你 鬼头吃 小子 我就说过 你根本就没这个命 我要继续 大豆 大豆 不用管 这是我欠你的 不 你们谁都不用 你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冲的 混蛋 你敢骗我 我就耍你了 怎么样 从一开始 这就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局 你也不动动 你狗脑子想一想 能在这个地方 没有失礼 没有背景 能待这么久 能安然无恙吗 你 你要什么关系 不 你是龙都的人 难道你的背后究竟是谁 太可惜 你根本没有机会知道 因为 你马上就会成为一个 死人了 马上看看 谁先死 鬼王还不动手 兄弟 谢谢 我 欠你了 鬼头亲 兄弟 谢谢 我 欠你了 鬼头亲 是 欺杀神功 如 遗魂大法 究竟是谁 一个死人 没必要知道 三师姐 谁是你三师姐 是我啊三师姐 哎 哎 哎 是他 心魔隐 看来四师姐猜的果然没错 当年你三师姐下山之后啊 音讯全无 我就派他复仇急于求成 遭人暗算 小师弟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记得去找一下你三师姐 放心 帮我在我身上 可 进来之前隐身被收了 不然 看来 真的如此了 三师姐 对不起 你 无疑冒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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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吗 我头有点痛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隐约记得 我当年下山去寻找 杀害我父母的仇人 然后 然后 算了算了 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小师弟 我是被人下药了吗 不是下药 而是一种名为 心魔瘾的邪灭功法 师尊曾经跟我说过 有一种能射人心扑的魔功 就是心魔瘾 一旦中了此功法 就会成为释法者的傀儡 想必这么多年 你都 可恶 我还是大意了 三师爷 你放心 我帮你报仇 你告诉我 是谁 龙都地下皇 陈战天 原来如此 背剑如此强大 怪不得你 不过你放心 等你伤势恢复之后 我一定帮你报仇 不管是陈战天还是陈战地 一定让他跪在你面前 刻意扶着做 亲手报仇 谢谢小师弟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三师姐 兴许是刚才运功伤了元气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对劲 小师弟你不会 你都不会 没错 就是角龙身的副作用 我快忍不住 就是角龙身的副作用 我快忍不住了 三三师姐 你快走 你快走 我去小分明天 要快走 三师姐 你好美啊 你是仙女下坟 对不起 三师姐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你你你再想下次 我把你那个地方给你割下来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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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洗澡 天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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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用 慕之经只能暂时维持她的身体 技能想完全康复必须立刻找到剩下的才行 好的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她恢复一下 这是我欠她的 什么事儿 珍宝阁蓝老板失踪了 什么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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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保护好她吗 现在身在何处 不知道 是蓝老板自己要求保护人员回避的 我们的人最后一次看见她 是在去往龙都的方向 龙都 先被着急 她可能去找大师姐了 不可能 她不会独自离开江南 更不会什么都不说一走了之 她应该 是被绑架了 何人如此大胆 朱少峰 你们现在立刻赶往龙都 我会立刻调遣总督府精锐 配合你们龙都之行 不行 此去龙都 为兴师动众 自治点 您现在身居总督要职 未免落人口实 你还是尽管欺骗了 也好 有什么情况 随时联系我 好 大 大人心里怎么说的 有没有怪罪我 把木之精给弄丢了 哈哈 我儿优秀啊 这次你江弓不过 大人对你非常满意 你从江南带回来那个女子 居然是世间罕见的九阴之体 大人不仅不会怪你 她还说 我把大功告成之后 会把坎阴不仅之后传授于我 这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 哈哈哈哈 爸 如果你学会了这门神功 那至少得年轻 三十岁吧 到那时 那就是 那就是 三十岁吧 哈哈 那也不好了 有时候打进来了 混账 是哪个不怕死的敢闯我周家 来了多少人 就就就两个 什么 爸 就是他 就是他 大人要 混账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敢闯我周家 看来你们是想好准备怎么死了吧 周家很了不起啊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回答我三个问题 周家满门 放肆 你可是在龙都我周家 我师弟说话 你们听不懂 别别杀我 别杀我 只要你不杀我 我爸我知道了 都跟你们说 小畜生你敢 坏了大人的好事 你我都活不了 杀了我们 你们也休想走出龙都 我劝你们想青族了 哎 看来 你们已经想死了 爸你会救我啊 我不想死 我要死了 咱们周家 就绝后了 儿啊 你放心吧 他若敢杀你 大人会帮你报仇的 至于这周家的香火 只要 你为父的身体再生几个 没什么问题 你就安心去吧 你个老畜生 只要你们杀了他 我爸我知道了 都跟你们说 你死 是周家家族 不能动我 说动了没有 跟着父子死笑 不过你们两个好像 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我没有耐心陪你们 我二选一的游戏 现在告诉我 我二世纪蓝圈在哪儿 周死了 别杀我 千万别杀我 我爸我知道的 都跟你们说 说 别杀我 千万别杀我 我爸我知道的 都跟你们说 说 给你慕之惊的人 是谁 龙王殿 陈不凡 这次我来江南 就是奉副帅的命令 别和柳家 铲除你 但是碍于 江南总督白鹿的面子 所以 我想引誘你去新世界 借野鬼王的手 将你 所以 是臣不凡控制 这我有个清楚 我知道了 真就这么多了 放过我 放过我 现在周家家主已死 你可以接管周家了 你 会怎么做 你 你真的不杀我 只要你不杀我 以后我给你做牛做马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好 我现在 就让你死 哈哈哈哈 好香 没想到周家那个肥 第一次倒办了一件好事 九阴之体 九阴之体 哪怕我吸一万个 到你 也比不上你一个九阴之体 今晚 我要玩你十几次 哈哈 怎么了小宝贝 等不及了 放心 今晚我不会把你玩死 像你这样的鸡皮 我要留下来慢慢享受 哈哈哈哈 小宝贝 我要来喽 小宝贝 我要来喽 老子一年运气怎么这么好 又是一个鸡皮牛 还是送货上门的 你找死了 下面人 咦 你 你也是九阴之体 哈哈哈哈 天助我也 今日老子 神功必将大成 就算是龙帅 和沙神亲疑 老子也不去 哦 是吗 鬼门十三针 你是谁 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 死我你命的恶鬼 陈不凡 还记得当年 你烧谢家的那个晚上吗 谢家 你是 操 你是谢天南那种 来人 别喊了 整个副社府 早就给我亲你干净了 哈哈 就凭你 老子的人用不了一分钟 就能将这团团围住 啊 忘了 随便告诉你 当年你老母亲 你的妹妹 接着你谢家全部的年轻女卷 老子挨个的玩了一个遍 哈哈哈哈 尤其是 抑郁牛群的老母亲 那滋味真的太爽 我把玩完 八广衣服挂在城城三天三夜 那真是一幅 没讲啊 哈哈 哈哈 啊 恭喜小师弟 这么轻你就死 嫌疑那是畜生 嗯 嗯 臭师弟混蛋 他们说你出事了 吓死我了 哎呀 二师姐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什么星座啊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可是他们拿出了你的东西 那 你看这不是你的吗 三师姐 忘记问你了 新世界守门的那个老头 你认识吗 不认识 那个老人功率深不可测 我想他与陈湛天之间 应该有着什么联系 那我们就去地下世界 找到陈湛天 到时候 一切自然就是恶神处了 喂 你们两个当我不存在啊 哎 二师姐 你不胜武力 你还是先回江南吧 来都来了 这么急着回去干什么 哎呀 龙都可是很危险的 这不是还有你们两个吗 再说了 苏和和金红还有玲珑都在呢 啊 大师姐 五师姐 六师姐 都在 千语姐姐 我妈她没事吧 不爱 只是感染了风寒 我煎两服药给她喝下 静养两天便可痊愈 啊 那太谢谢了 陈姨姐姐 这次啊 我一定要重谢你 治病救人本就是医生的本分 你不必客气 一会儿我给你插一个方子 好嘞 管家 少爷 有个奔赴 就我抓着几副药 然后 我的鸳鸯和缓散用完了 你去老地方不能弄你了 小童韵板 少爷 好眼 这小娘皮 还是个厨 今天他遇见老子啊 是他的幸運 老子就要让他好好体验体验 成为女人的快乐 哈哈 小事去做 我去逗免一个护受 宣伟姐姐 要煎好了 担刀 我们毕竟是龙独四大家族之一 您给的这个药方我也不熟悉 我怕我妈她 懂了 我喝一口便是了 好的行姐姐 您人真好 我 我老子就知道你果然是个极品 对我做了什么 龙都有种无色无味的催情药 造烟药和欢色 你不是医术高超吗 你救救哥哥我 哥哥我现在饥渴难耐 你满足了哥哥我 也是打工一件呀 哥哥来了 三十姐 你确定五十姐在这里 是啊 他向来四处游历玄湖济世满 前阵子我和他联系过 说是最近来龙都了 据说首富生病 龙都的名义全都束手无策 只能请他出山了 但这里好像也不是首富家呀 不是这儿吗 可罗盘显示就是这儿啊 哎呀你这个准不准啊 我罗盘在手分金定学 全都不在话下 除了师尊之外 这个领域我已经天下无敌了 现在只是用来找个人而已 你竟然敢质疑我 不敢不敢 二十姐 那你之前怎么没有算出来 我还在江南 那那那那 那是因为等我想起来的时候 已经被他们绑架了吗 断家近日谢去见客 要饭了 到别处去 混账 会不会好好说话 哎 你个臭要饭的 等等 这两个小娘们寻正点啊 来人 给我把这个男的 弄棍打出去 再将这两个小娘们 给我绑起来 洗干净了 送到少爷房间里去 你说什么啊 走 小仙女 你看上去好软 我来喽 走 我们进去 等等 这种耗色之徒 让你来 你这不是你今天很懂事吗 小美啊 进来吧 进来吧 三师妹 你把他怎么了 要了 哼 活呆 五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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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动的畜生 给五师姐下鸳鸭和滑伞 什么 这个标的副作用很大 如果不及时处理 恐怕会有性质 这可如何是好啊 小师弟 快让你来 你的鬼门十三针啊 月阳和滑伞并非毒药 我也无能为力啊 好热 好热 哎 我 呃 哼 五师妹还是个少女呢 便宜这小子了 我相信 师妹她 会理解的吧 你不会吃醋呢 不说 谁会吃这个笨蛋的醋 我只不过是替五师妹感到憋屈 我觉得吧 总好不过她被 被别人 因为累死了 对她 五师姐你听我解释啊 小师弟 你厌福不浅啊 哎呀二师姐 您就别取消了 我这也是被迫的呀 我这个五师妹 真是亏到她姥姥家了 不仅把第一次给了你 就连替龙都首富治病的机会 也给了你 真是天使啊 哎呀 五师姐身体不适 对人家也承诺 我这是帮她的忙啊 走吧 首富家 好 你管看啊 这陆老爷的 是重邪的 普通的药啊 根本都不管用 那你有何妙计啊 我们家族 在龙都啊 行医之密戴上我们的 这是我们当渡船的 三秒神仙玩 一玩下去 立马让他活蹦乱跳 那你还要赶紧让陆老爷服下 哎呀 服倒是可以 可是呢 我们家这个宝贝啊 特别的名贵 一年嘛 只生产一玩啊 也就是呢 陆老爷的运气好 要玩几天 我这个药丸 十个亿就卖出去了 没问题 十亿 一百个亿 我陆家也愿意 陆少 此话当真 只要能救我爸 我承诺 陆家的一半财产 我陆天行 都可以拱手相送 哈哈哈哈 好一言为定 现在呀 我就给陆老爷服下这个三秒神仙玩 他立刻就会活蹦乱跳啊 等等 面色发紫 陆皮 这分明是脾胃失热 在那肚子复发组织的休克 你这用衣 那是浮烂用药 你不出三秒 就会暴毙啊 胡说八道 我们家祖传的三秒神仙玩 就连神仙吃了都爽歪歪 你看你穿着是打扮 一看就是招妖撞骗的骗子 你懂个仇啊你 是 我们站在这里吧 都是龙都鼎鼎有名的神医 就好比我 更是龙少亲自认证的龙国神医之王 你有什么 你算个啥 也配站在这里持手画脚吗 我呸 就凭你们几本打算 听听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话 行医救人本是一师天职 在你们这儿却成了互相攀比地位的筹码 就凭这一点 你们就不配行医 医术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哼 一个小丫头骗子 竟然在这儿兴透雌黄 今天老夫就让你看看 三秒神仙玩的神奇之中 大家都看着啊 什么叫六宝贵村子 又老爷子啊冒犯了啊 不出三秒 立马就能醒 一 二 三 哇 真是神医在世啊 果然是神医 太厉害了 陆老爷子 你 你现在是不是感到身上特别的爽啊 三 二 一 啊 这 这不可能 这真的不可能 大家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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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陆老爷爽一下 雨雪吐出来了 老爷自然就会醒的 等陆老爷爽一下 自然就会醒的 自然就会醒的 爽你的头啊 把你吃 滚开 贵 我 再晚片刻 命究给 这哪里是三秒神仙晚 这分明是一秒默默默默嘛 就这 也被自称百年世家 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呀 这不可能啊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我不行 这小子更不行 他会拒死陆老爷的 就是为什 他就是神一蘇合的師弟 放心吧 小混账 路下的錢你也敢騙 你活蛋了 活躁 自己不行就站一邊去 這 這該不會是傳說中的鬼門師三針吧 不可能如此年輕 怎麼會這等絕學 我不信 果然是個騙子 我說我就不信吧 不 路老爺沒有趣了 哎呀 路要是他趕快被治死了 好啊 你治死了我爹 還敢冒充神一蘇合的師弟 這 就是你們路家的好客知道嗎 若非我武師姐承諾在先 像你們這種人 根本不值得我出手 死到盡頭了 喊嘴腰 來人 把這個人 給我抓起來 我要把他送到 龍都魔鬼監獄 快 爸 好舒服啊 哎大爺沒事吧 行啊行啊 陸老爺七死會生了 哎呀 不愧我的三秒神仙丸 哎呀 你看看 陸老爺都說了 我的救命丸很爽啊 三秒神仙丸果然厲害呀 哎不愧是百年世家呀 我們 剛才下風 就是看普通的正陽藥 什麼狗屁神仙 創刺 還敢調變 兩人啊 把這個人抓起來 送到魔鬼監獄 慢著 爸 你沒事吧 混賬東西 我再不行 就被你找來的這幾個蠢貨 給弄死了 啊 您不是這位神仙丸 救了您嗎 什麼娘的神仙丸 要不這個小神仙丸的銀針救了我 你這是笨驴 我陸長邦怎麼生了你 這麼蠢的貨 老爺 是我的三秒神仙丸救了您啊 哎 剛才你還說了 你說你很爽 爽你個偷 來這呢 把這個雍衣 給我送進魔鬼監獄 陸老爺 那可是九死無生的必死之地呀 那老爺 我錯了 你就饒過我吧 老爺我承認 那就是個普通的壯陽藥 老爺求求你放過我吧 差點害得我晚節不保 來呀 給我帶下去 老爺 放過我吧 多謝小神醫的救命之恩 客氣了 我只是借我師姐過來履行乘坐罷了 小神醫 你我們在哪裡見過面 我感覺 有點面熟 我是第一次來農都 陸老爺子應該是認錯人 我陸家向來一言九鼎 現在 我陸家的產業的一半 就屬於小神醫的了 爸 我之前是說著玩的 他做不到數啊 一半家業 這也太多了 混賬東西 我陸家向來一言九鼎 這位小神醫 以後啊 你就是我陸家的貴人 好的吧 我知道了 好啊 陸長鋒 難怪你看我眼熟 二十年前 謝天南 你可記得啊 二十年 二十年了 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根刺 很好 很好啊 少主 你還活著 啥子就立家先生 今天你們全家 一個都別想活 是我 是我 被奸人說騙 害了謝龍帥 我該死啊 我該死 今天 要不是您出手 我本意是僵死之人 少主 動手吧 爸 您這是幹什麼呀 您幹嘛想他小鬼呀 混蛋 懶人 閉嘴 給我跪下 這是我們家 欠他的 龍王殿 前任行政官 陸長鋒 請少主賜死 幕後真兄 是誰 我不知道 當年 我也是接到傳信 特調了大帥府的所有護衛 我以為 謝龍帥背叛了龍國 沒想到 我該死啊 我該死 少主 請你放過天行 踏實無辜的 入謀 這就以死謝罪 在我把事情調查清楚之前 你的命 先留著 另外 把你願意的土之精 給我 二師姐 多虧有你在 你怎麼知道那個松樹就是土之精啊 現在知道你師姐的厲害了 五行之精 蘸藏自然之力 如果不加一隱藏 是會直接影響周圍環境的 所以大多數時候呀 很容易辨認 是是是 還是二師姐厲害 那 比你三師姐如何 你最棒 那比你五師姐又如何 還是你最棒 那 那比你四師姐呢 這個這個 臭小子還不趕緊承認 我比你四師姐厲害 哎呀二師姐 您就別難為我了 這個我真不好說 要不 你親自跟他比一下 那 接下來你們有什麼打算 我答應過三師姐要幫他報仇 他深重心靈也 失去自由中毒力 二師姐 我去找三師姐 你先回去吧 後面很危險 你們準備去哪 我們都失截了 沒事 準備好了嗎 小師弟 放心吧 三師姐 我答應你的事情 一定會做到 只是 世人皆知 龍都有一個地下世界 其實 這裡就是一個大型的黑市 除了黑暗交易之外 想要見到陳戰天 就必須參加賭王挑戰賽 我的父親就是當年上一人的賭王 他謀害我父親之後 就變成了龍都新人的賭王 接著他就掌控了地下世界 不過這麼多年來 我也不知道他的賭機 已經站到了什麼地步 不過據我所知 挑戰他的人 都沒有成功的 又或者說 挑戰成功的人 都已經死 那好吧 那就奪下他的賭王的寶座 一旦他失去權力的比 便 再沒有任何的價值 三師姐 放心 一切由我 走吧 先見美女啊 降價 甩賣咯 一個三十萬 三十萬一個 哎 哎 還是個廚子呢 哎 往這看往這看了啊 哈哈 哈哈 哎 來了 哎 往這看了啊 瞧一瞧看一看 哈哈哈 對不起 三十幾 我沒辦法去手跑了 把他放了 錢 我給你 你別忘了 這不是地下世界 就算你把他放了 他這也會被抓回來了 哎呦 巧了 在這碰見大善人了 給五百萬你帶走 媽 剛才 可不是這個家 沒錢啊 沒錢你早說呀 去 哎 哎 你等等 我看 這位娘子 不錯 最少值五千萬 好不這樣 我給你四千五百萬 你把他帶走 想買我身邊這位啊 好啊 好啊 拿你的命來換吧 好久沒聽到 有人在我面前裝逼了 我出一千萬 哎呦 這不是無上嗎 前一陣你禁這批 這麼快就用完了 之前那幾個 用了兩千就不行了 希望這次你不要讓我失望 你放心 這個十六歲 身體啊很好 正是花季了 不錯 我要了 你媽沒教過你先來後刀嗎 死窮逼 給你臉了 認識這個嗎 這麼多錢你見過嗎 爺爺給你三秒鐘在爺爺面前消失 還有 這女的你給爺爺留下 你很喜歡用錢砸人是嗎 巧了 我也 他有槍上去給我搞死他 我還沒用 我還沒用 有有種你別用槍 爭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這才是槍 以前很多嗎 不不不不妥和腸啊 啊 好 在哎哎哎 打人可是很累的 是我知道我錯了 知道該怎麼做了 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 知道怎麼做了嗎 知道知道滾 哎 誤會誤會 我是想問問 出多少錢要買 買 我有說過要買嗎 哎 你可不能耍賴啊 剛才你說要擺的 哦 原來你知道耍賴啊 對不起對不起是我不好啊 還拿原價三十萬 你帶走 不好意思 我改除了 人 我想要 但錢 我又不想給 你說怎麼辦 媽 別他媽騎人太甚你 一下世界不是法外之地 拐賣為成年少年 就算是山林 也是提天行道 我跪下 保證 謝謝你 好心人 以後 我就是你的了 我們還有正事要辦 自己找出口出去吧 可是 算了三十姐 救人救到底 知道了好心人 陳戰天就在這裡嗎 嗯 這裡一共四層 他就在最高層 而且每上一層都需要 贏購足夠份額的錢 就這麼簡單啊 看似簡單 但是敢來這裡人 都是高手 所以並沒有那麼容易 而且這每上一層 所需的籌碼 都要成倍增加 哎 對了 你的錢代購了嗎 要不要給你點 放心吧 三十姐 花都花不完 這裡玩法多遍 海酒翻攤清一色 梭哈骰子榨金花 當然了 你可以用你擅長的方式 跟別人對決 沒有什麼具體的規則 那我們分開行動 速戰速決 記住 這裡魚龍混雜 小心為上 三十姐 我已經贏購一個億了 你呢 不賭 五個億 哇 不愧是曾經的賭王之女 厲害 走吧 第二次 燕姿完成 可以開始賭局了 謝謝啊 挑戰在第二層 累計迎娶十一以上金額 即可前往第三層 請 八個 你的不可能是包子 你的出了錢的幹活 死了死了的 你的出了錢的幹活 死了死了的 我沒有出了錢 是你的甩子有問題 你 刺 別別開槍 我認輸我認輸 我 回來的多啊 我說你出了錢 就是出了錢 幹活成人 就讓你死了死了的 我來跟你讀一把 よし 花姑娘 哈哈 你想怎麼讀 就搖骰子 一舉定生風 可以 夠自己 我 喜歡你 如果 你說了 把衣服給我 擦桿桿 你敢 打包子 滑桂呀 你這個完蛋了 衣服脫桿桿 你敢 打包子 開 怎麼會 不可能 小金人 你得 出了錢 這裡可都是金額 你說誰出了錢 板呀 現在就讓你 散了死了的 现在就让你散散散地 小启 这么多年不见 赌计见掌啊 陈建天 他就是陈建天 既然你自己出来了 你省得老子去找你 狗兵拿过来 地下世界人藏武装力量 不宜现在堵舍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还是一点没变呢 是啊 这么多年 我每天都活在噩梦之中 无时无刻不想着 怎么杀了你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脱离心魔瘾的 既然你来了 那别怪我当叔叔的 不给你面子 道似曾 如果你能赢了我 你父亲的位置 我就让给你 好好表现啊 别让我失望 时间 留静 此人不简单 还好我得了一手 希望东风 不会让我失望 燕姿完成 明日可开启第三层挑战 谢谢啊 二位也可移步到客房休息 也可在二段继续参与赌局 这是房卡 只有两间房吗 是的 抱歉 这是根据参赛人数订的 师姐 没事 让他给你挤一间 好新人 我就不能和你一间吗 这个姐姐 有点凶 不怕 咱俩一间房 是能自己单独一间 我都行 小师姐 不是这么紧张吗 我看你太紧张了 逗逗你让你放松 你干嘛打我呀 好新人 我睡不着 你能过来陪陪我吗 这这这不太好吗 来嘛 你就等我睡着之后 你再走好不好 求求你了好新人 拜托拜托 那好吧 哎哎 我翻开 胆子 赌王大人向你问号 赌王大人向你问号 你没事 不然呢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 这不可能 你敢杀我 我是不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是说赌王吗 你放心 他我也不会放过 别 别杀我好不好 好信任哥哥 别杀我 我求求你 我什么都听你的 一魂大发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他不对劲 一开始 真的 当然啊 三十姐你真当我傻 从一开始他伪装成奴隶时 我就知道了 在他的眼神里 没有一次恐惧 演技太差了 哎 倒是师姐你 你是怎么知道 该不会跟我一样吧 你呀 永远不要小看一个女人的直觉 大家好 我是本次赌王挑战赛 第三层的赌局公正人 此次成功获得挑战机会的 一共有两人 他们将依次与赌王的大弟子 进行赌局对决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 独歇先生 实现了 三十姐你就别上了 他们对你了入执掌 你关战就行 剩下这两场交给我 让我来会会这小蝎子 今天你必须死 是吗 我不信 那试试试试 怎么不如简单点 至少别猜点数 我都行 但我不喜欢莫里 就按我师姐的规矩 一局必须 可以不过 我来咬 开始吧 我来咬 没问题别废话开始了 师傅让我速战速决 所以假许 大大 就赌你一条命 敢不敢跟 哼 春花 就为了陈战天的一句话 他妈连命都不要 放心 今天死的只会是你 而且你的死相 一定非常精彩 哦是吗 那既然你这么自信 我没有理由不满足你 开 小时毕业 好 有勇气 希望你等一下别后悔 后悔 我的字典里没有后悔 猜吧 嗨 我说我的好师姐啊 你哪哪都好 就是缺少点情趣 你知道这赌局最大的魅力在哪吗 就在这一个赌字 如果提前知道结果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说得很好 可惜 你还是难逃一死 所以 你到底要猜什么 我猜 四五六点 大 不认识 我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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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认识 你给我这么精彩 你确定 废话什么开 买丁离手 可别反护 披红掌 那就是披红掌 不歇的看家绝会 哼 掌力还不错 练了有些年头 可惜啊 内进不足 终归是外强中间 不过 倒是用在赌桌上吗 有点意思 混蛋 你不会想烦会吧 烦会 我为什么要烦会 小子 你知道赌局中有一种必胜的方法吗 那就是当你相信自己会赢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会 哎别误会啊 我没有说你 说的是我自己 很遗憾 你输了 零点 小 我说过 今天 你死定 很遗憾 你输了 零点 小 我说过 今天 你死定 是吗 再看看清楚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子 小子 我知道了 你使诈 你完了 来了 他使诈给我抓起来 小子 赌局就要讲赌局的规矩愿赌服输 怎么 想耍赖呀 人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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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黄鹏王 师父 是我无能 对不住了 你们两个 我明天一定要斩益杀绝 怎么还没来呀 啊 該不會害怕了吧 也難怪 畢竟面對的是賭王陳戰天啊 時間到了 既然他不敢來了 說明他棄權了 宣布結果吧我贏了 那麼本次賭王挑戰賽 因參賽選手謝虎帥缺席 所以我宣布本次賭王由陳 往下 誰說我缺席的 參賽者已到齊 那麼請雙方遵守規則公平對戰 直到一方的籌碼清零為止 下面我宣布賭王挑戰大賽正式開始 不懷疑死臉時去擋那個方向 陳戰天 看看特意為你做的新發展 喜歡嗎 油腔劃掉了 今天看你怎麼死 媽的一把年進來整天喊打了什麼 不怕瘦啊 廢話找說開始吧 玩什麼 就玩經典港式舞章 你要不要驗驗牌啊 別說我欺負你 哼不用 你應該還不至於無恥的 發呆 無數萬 給你 劇牌 劇牌 你靠 最優秀的獵人往往都是以獵物的方式隆先 小子 跟我鬥 你還嫩了點 我會先讓你膨脹 再讓你滅亡 小子 一百萬砥柱怎麼樣 都行 別擔心 哼 我說啊 不愧是賭王 看來是勢在必得 就破裂 小子 別以為你故意不看牌 我就怕你 現在你要么跟要么棄牌 想靠運氣 贏我陳湛天 我既然敢叫湛天 連賤我都敢幹 嚇唬我 痴心妄想啊你 蘇哈 好 有種 既然如此 再加五千萬怎麼樣 蔡氏姐 去幫我換五千萬筹買 啊不 一個億 我加一個億 呵呵呵呵呵呵 想給我玩心理戰 媽的 老子有一對K 除非你的底牌是張A 否則 你必死 家子 哈哈哈哈 果然是年輕氣盛 小子 你未免太輕敌了 你的想法 我已經一覽無余了 哈哈哈哈 雲天啊 就教你一招 王者 都是要學會收斂情緒的 你看來還是差一點 就差那麼一點 你要是只加五千萬 我絕對不會丟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張紅頭二而已 三十姐把這一籍籌碼退了吧 對付這個費用 這些就夠了 臭小子 這回事 哈哈哈哈 一點小權 只是陪你娛樂娛樂 蘇哈 陳戰天 我這個人呢不喜歡默契 咱們這樣吧 一把一屎 急得偷胎是吧 你還以為能糊住我啊 之前是老子讓著你 你有把握嗎 哈哈哈哈 他有個屁把握 這小子 就是靠點運氣 你個臭傻屁 老子常常賭王 能被你糊住 以為有點運氣 就可以上頭是嗎 老子就不信 你的底牌是黑到九 老子就不信 你的底牌是黑到九 那就來呀 一把定輸贏 說實話小子 我還有點欣賞你了 你天賦的確不錯 但又太過一刷小聰明 又特別相信運氣 玩牌的時候啊 你的慣性動作太明顯 很容易被對手看出破綻 你連按牌都不看啊 你這種搞法啊 我是前所未見啊 你屁話真多呀 還讀不讀 雖然不知道你怎麼想的 你看咱們的牌面是一樣大 我就不相信 你的底牌是黑桃九 小子 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你憑什麼能贏我陳戰天 風花九 我的牌不大 你想贏我 除非你的底牌是黑桃九 媽的 已經連出三張九了 你拿什麼給我玩 哎陳戰天 你話真的很對 沒有黑桃九 我為什麼要跟你一局定勝 你當我腦子進水了 真把性命寄託在運氣上 還是你覺得我炸了你一次 還會繼續冒險 你真以為我打法情緒動作上的破綻 就真的是破綻嗎 你竟然 一開始就在跟我演戲 一開始你在騙我 讓我以為 你是被我騙了 哎 原以為要搞定你 要花些功夫 是我高估你了陳戰天 你屁也不是 不 不 我 我還沒輸 我還有底判 杜鋒 給我殺了他 遵命 師父 杜鋒 你 你竟敢背叛我 被信任的人出賣 這種感覺怎麼樣 小琪 你 你饒我一命 當年的事 我向你道歉 只要你放過我 整個地下世界全是你的 放過你 那我爹五娘他們的命 誰來還 當年的事 我也不想啊 你父親的死 也不能全怪我 自從 謝天南通丁外國的事實 暴露以後 龍王殿的人們 都樹得侯尊散 你父親 一故行 非要跟隨謝天南 我不殺他不行啊 都是那位大人物的命令 我不敢不同啊 要不然我也得死啊 小琪 你不能殺我 我可是你陳叔叔啊 你口中的那個大人是誰 是 你口中的那個大人是誰 是 可惡 就差一點 可惡 看來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我父親 我父親當年竟然追隨過前任奴帥謝天南 我一直以為他只是單純的被陳詹天喊 沒想到 三世傑 其實 我就是謝天南的兒子 你 你竟然是謝家遺孤 我 我 你看我 怎麼回來了 我 就 你 我 你 你 你 小师弟 这是赌王戒指 你收好 从今天开始 龙都的地下世界 任你号令 这是水之经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也是猜测 师尊说过 我父亲被害后 五星之经下落不明 他说极有可能就是被当年参加过这些事情的人 那 穆之经原本应该是在陈不凡那 土之经被陆长风收藏在家中 现在陈战天这里又找到了水之经 这些人 当年都参加了谢家面门之事 这么看来 剩下的金之经 应该就在幕后真凶死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 可惜 陈战天死了 我现在也没有头绪 但可以肯定 一定是当年我父亲身边的人 怎么 怎么 怎么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找到金之经了 什么 在哪 在龙都魔鬼监狱 龙都魔鬼监狱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 啊 在江南认识了一个朋友 她说的话靠同 金之经怎么可能在门国监狱 难道幕后真凶被抓进去了 不应该呀能够陷害谢盧帅的人 不是哎呀 三十姐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啊值得一试 魔鬼监狱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考虑清楚了 我考虑清楚了 放心吧三十姐 我肯定会活着回来 你说的那个方法他 靠谱 靠不靠谱 等会就看三十姐的嗓门 够不够大三十姐 你准备好了吗 那 你来吧 那我来了 啊抓流氓 抓流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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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进来的 九五二七 登基挑战年轻女性 是咱监狱长 最恨的那种年渣 你们该怎么做都明白 好好表现 但是 千万不能给我打死 其他都可以 啊 小子 你也是够倒霉的 居然分到了这间牢房 我们哥仨 可是在这监狱里 出了名的残忍 规矩不懂吧 谁让你往这儿坐呢 我现在命令你 给我跪下 唱征服 你要是胆敢跑掉一个阴 把白断你一根手直通 把白断你一根手直通 大哥 他看不起你啊 像龙都都敢性骚扰 我们身上背的很多命啊 他根本就不配这么一个行业 你的耳朵是龙了吗 我说到会儿听到没有 他敢无视我 老二 马上给我把他拉到毛坑子里 让他尝尝爸爸的位置 就他这弱不禁风的样子 我怕我去啊 对他妈撑死他 哈哈哈哈哈哈 能不能安静点 吵到我的眼睛了 装逼 兄弟们给我打他 那啊呀大哥 大哥呀 说 那大哥 大哥 我们错了 就忽悠悠悠 不是太生啊大哥 你刚才说 那谁唱成福 啊 大哥 我 我我 我给大哥唱 我给大哥唱 我跪起来 唱 哎呦 你扶我起来啊 哎呀 大哥 就这样被大哥你正负啊 大哥你打的我是行 行了行了行了 泡了西碎 嘿嘿嘿 我有证事 大哥 您说 只要是我知道了 我肯定对您知乎不言 言无不计 你们分别进来多久了 犯了什么事啊 我我才来一个月 实在是穷得没得吃 我就抢了包子铺 然后就被抓进来了 我我比他强点 我来小半年了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老婆跟我别人跑了 跟我戴绿帽 拿刀砍他 结果我追上他了 他把我揍了一顿 老婆还把我告了 我就进来了 你呢最长我都一年多了 所以我是他的大哥 我运气好啊 我中了五百万 然后我就背着家里人去喝花酒了 没想到被KTV里的这几个小少娘们儿 大妈的给哼了 他们不光给我玩仙人跳 而骗了我的钱 还他妈够我强奸是谎 我冤了大哥 哈哈哈 什么档次啊 你们也配和我关在一起 这就是龙都传说最恐怖的魔鬼监狱吗 当然了 我们几个才是上不了台面的小卡拉米 这个监狱里绝对关了几个最大部级的大鳄人 谁啊 这里边有连环杀人魔 还有走私军火的国际间谍 有几个贩毒的大毒枭也在这儿呢 我前两天刚听说的 从霓虹国里边关进来了一个大人物 他把这人牛逼了 老厉害了 就让这所监狱里所有的大恶人对他扶手成臣 兄弟 你刚才说的霓虹国的大人物 他的名字是不是叫 宫岛二白虎 他的名字是不是叫 宫岛二白虎 不愧是大哥 什么都知道 他妈又要集训 这都他妈这个又第十次集训了 集训 说是集训 其实就是监狱长大人 为了震慑这些罪犯们 搞了一个集体活动的训练 希望咱们这次能不能顺利躲过去吧这回 老老三我告诉你们咱们还按照上次的方案来不管他们搞什么动作 咱们直接认怂听见没而且如果这次躲不过去咱们哥仨就给点鱼长大人跪下舔他的皮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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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是新来听兄弟一句劝啊 您就是再厉害了 您也不能在电鱼长大人面前气势这么强 您会吃亏的 哼 电鱼长啊 正好有事长的啊 走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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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妈咯 是你小子 是你小子 钟导 好久不见 过得挺滋润啊 哼 拜你和白鲁所思 不过你们龙国人 大多还是很是失误的 知道我们大霓虹帝国 不好惹 你背后的这几条走狗 迟早点 现在跟了你又如何 依旧改变不了任何事 哼 大言不惨 现在你也进来 该死的是你 这些地方 我一直想着怎么弄死你和白龙 既然你自特罗 我也能上去不上时间 找大人 找过我们吧 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 不是一伙的 小子 你看 在这 我就是天 白鹿不在 你拿什么跟我斗 你们三个让他给我跪下磕头 如果我开心的话 还能让你们不死 这 中岛大人 我 我我们啥可打不过打不过 打不过打不过 哼 废物 暴露 太神忘却 你们一起 把他的双手双脚全部打断 都给我住手 中岛 你给我听清楚了 在魔鬼监狱 没有我惊恐点头 还轮不到你来帮我教训犯人 没有我惊恐点头 还轮不到你来帮我教训犯人 是是是 我尊敬了点狱长大人 不过这小子企图破坏龙国和霓虹国之间的游异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中岛 我劝你搞清楚状况 你现在只是龙国的一名囚犯 你哪来的底气 教我惊鸿做事 点狱长大人 你不要忘了 齐天臣 齐龙帅 是我的朋友 好 既然你搬出龙帅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这次的集训 我们就设为擂台战 不设规则 生死不论 你们的恩怨 全都到台上给我解决 惊鸿 玩得这么大 你负得起责吗 在魔鬼监狱 只要我惊鸿一句话 哪怕是打死一只苍蝇 也是死罪 好 就按你说的 如果这小子死在台上 那别找我麻烦 开手擂台 你们三个中龙骨最强大的杀戮机器 好好表现 我要让这个小子痛苦于生 小子 得罪了中岛先生 你完了 少废话 一起杀 找死 少废话 一起杀 找死 真是废物 今天你们又是高不定他 全都给我尽死 我去 竟敢私自携带枪支 完了 这小子这回完蛋了 敢跟中岛先生作对 我看他真是不想活了 对你 张大人 无妨 不必干预 小子 我承认你很能打 论战斗力速度 确实在我之上 但你再快 你快得给我子弹吗 你 你试试啊 妈的你找死 我问你胖 有枪很了不起吗 这就是你号称杀戮机器的倚仗 你不能让我这里是 龙龙监狱 别把事情搞大 对对你也好 啊 敢当霓虹果的嘴狗 就该想到 早晚也这么一天 就 中岛先生 救我 中岛 接下来 是你们一起上 还是我过去取你的狗命 我就不行 你一个人能打一群人 你们给我上 中岛先生 他有枪啊 上去就是死 垂垂的白送人头啊 中岛 看来今天你输了 我以大霓虹帝国代表的身份 命令你们一起上 给我弄死那个小子 敢抗命的 我保证你们死得很惨 妈的 横叔都是死 当年前任龙帅谢天南 被巫通通判斗 他一搏云天 明明守卫了龙国几十年 最终 被奸人所害 至今未能照须 而你们 身为龙国人 如今 就敢当他国走狗 最后再提醒你们一句 还执迷不误的 尽管放马过 我 不会在手下留情啊 妈说的不错 妈的老子不干了 打死中岛 不作霓虹弩 打死他 不作霓虹弩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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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作霓虹弩 打死他 打死他 不作霓虹弩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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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竟然敢这么对 尼虹国 只不会放过你们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你们尼虹国 不够弹丸之力罢了 只要稳龙国下 随时把你们 以为屏蔽 再敢狗叫英俊 现在就让你死 去 你好大的胆子 龙帅 要是知道我看你怎么生成 一口一个龙帅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知道怕了 告诉你也无法 你们奈何不了我 当年就是我霓虹国在背后操作 指使龙王殿副帅齐天成 让他传出谢天南通底叛国的消息 谢天南满门三千口 都是被我霓虹国的武士屠杀的 那个混蛋死到里头了 还反杀我们大批精润 他是我们你和我便抢的最大阻碍 所以你去撤 哈哈哈哈 我要你死 大师姐 你想拦我 他现在还不能死 否则齐天成 嗯 知道怕了 你们要杀了我 齐天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要是死在你们隆过 看齐天成会不会放过你们 齐天成 好一个齐天成来 怪不得我父亲当年会那般下场 原来是被身边最亲近之人背叛 小师弟 先别着急 我们就以中导为制 去找齐天成谈谈 谈 他害我谢家三千口被屠杀殆尽 还将他们的尸首挂在城门市中 你叫我找他谈 先冷静 他身为龙塞在龙国一手遮天 不好对付 我们需要从长计议 大师姐 五行之经你知道在哪吗 五行之经 我收到消息 说这里有金之经的笑容 你说的金之经 我也不知道在哪 是谁告诉你的 齐一一 龙国人 齐一一 他是齐天成的女儿 混 他们早就知道了 糟了 不会是调虎离山吧 你是说 该死 齐天成 真该死 果然是你 来得正好 少废话 我施计他们的 不急 当年我和谢天南在此一战 无葬受寻 不能人道 他临此时 天尽全力 把你送出绝境 多少年之后 我为了寻找 何时的肾源 阴错阳差 我取走的 竟然是你的肾 天意呀 只可惜 当我发现你真实身份的时候 你已经被钱赫这个家伙 培养成了一名爵士高手 在那样的境况下 他能重创我 谢天南 不愧是一国之帅 闭嘴 你配提我的父亲 他曾经说过 当今天下 只有一个人 能胜全胜时期的他 这个人就是 杀神千克 我自诩 神功盖世 只可惜 没能与千克一战 你既然 已经得到了他的真传 不知道 废话真多 没机会与我师尊交手了 好 好啊 伸手不错 可惜 还不够 你早就该死于此地 今天 我就再送你一程 下去找你护卫平吧 无自量力 此物谋有似正实 灰系丹田 找前推 面北背南 朝天盘 一随两掌 行当中 啊 不灭水 浑源无极 啊 啊 啊 我全都想起来了 早的爹你没事吧 爹 今日 孩儿终于为谢家报仇了 今天这集的 终于找到了 新衣 救你了 ø 新衣 好了 你试试看 慢慢睁开眼睛 小虎哥哥 我真的看见了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看不见你了 肖羽哥哥 여자交 intim greeting 让我什么样的位置 嗯小虎哥哥我愿意